请大家稍等一下 不要着急啊 总经理 总经理来了 总经理 总经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唐总已经是有安排了 所以大家请回吧 改天我们会员时间 再邀请大家来了 好吗 没关系 唐总 对山水集团进行了一些 进行了一些赛前的访问 想必您是知道的 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天外天对这场比赛 做出了哪些准备呢 是啊 唐总 您透露一下吧 唐总 实在对不起啊 我们现在还不能透露太多的细节 因为你们知道创意 是非常容易被剽窃的 我不想惹麻烦 唐总 山水集团这次派出的参赛厨师 是此前一支精英公司的 程超群先生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会不会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呢 不会啊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有些企业已经这脚搭乱了 那么我们天外天 会派出一个什么样的厨师 去参加比赛呢 对啊对啊 能不能透露一下 这个应该可以说吧 唐总 唐总 唐总再透露一点 唐总您说呀 再多说一点吧好吗 就是 我们天外天的参赛者是 是我 是您 就是 这怎么可能啊 我和我弟弟唐力 将联绳出赛 对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就是 各位 我们天外天派出的参赛者 一定是最专业的 因为我们相信 只有专业的企业 才能做出专业的产品 并且提供 最专业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先请回吧啊 好了 我们什么都不可以透露 请大家改天再来吧好吗 难道 您要我秀赏皇冠宝 谢谢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请大家先请回吧 谢谢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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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先喝杯咖啡 晚上一起吃饭 今天多亏了你啊 不了 既然已经答应了 要参加比赛 我还得回去 做些准备 好 怎么了 我说大哥要回来帮我们出赛 你们还不相信啊 不是不相信 是大哥和承希姐又要为难了 你想啊 大哥帮你 那另外一方 又是关切很好的哥哥 那到时候 承希姐应该帮着谁啊 未来的老公比谁都亲 他要是想到我们家 就得支持我们家 你说得轻巧 这也难为他了 难为他替你想得这么周到 来的老公 你不相信 你不是什么 是人家 你让她与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回来了 你怎么还没休息 因为你没回来 你知道吗 我要代表天外天参加料理大赛 我看到了 我想要帮帮阿丽 你应该帮她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清楚我自己的想法 我必须帮阿丽 我知道你会难过我 我必须帮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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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间不需要解释 我信你多 试试 哥 阿丽 怀忍 阿丽 你怎么在这儿啊 奶奶非叫我过来跟你说 明天早上她想早起去散步 叫你陪她一起去 好啊 你想去啊 我本来想找个借口替你推掉呢 奶奶现在可是五点多就起来了 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推掉的 谢谢哥 拜拜 小夕 明天比赛 你希望谁赢 不信 我不信 我愿意 你会帮你 我愿意 你能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